早,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灵听》,今天我们来到《立位记》的第十章 在祭司的旧职礼上,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式成为祭司 在第八、第九章有一句话重复出现,就是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摸西的 但在本章发生一件悲剧,原因是有人做了一件事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 亚伦有四个儿子成为祭司,其中两个名字叫拿塔和亚比乎 他们做错了一件事,就是各拿自己的香炉,在神面前献上烦火 因为死在神面前,究竟他们犯了什么事,竟有如此的下场呢? 首先,香炉的火必须来自祭坛上的火,而祭坛上的火是直接来自神 所以祭司要日夜献烦祭,但这圣火不断燃烧 那塔和亚比乎没有从巨坛取货,而是用其他方式来点燃香炉 这个叫烦火,是错误的 第二,上神献上香并不是他们的责任 而是大祭司亚伦一年一度在赎罪日做的 他们二人可能处于骄傲和毒解 爱出风头,做出这件不是自己分内的事 第三,神明言不可献上一样的香 他们二人各拿自己的香来历不明 不是一神的吩咐做成,没有分别为圣 而且先烦火是其他民族的仪式 他们操拢异教的做法,来施奉神是不对的 第四,有可能他们赢醉酒 疏忽了圣旨,所以神直接向亚伦启示 祭司不可以饮酒,清酒和浓酒都不可以 因为酒精会影响大脑,使人失去自治能力 不能维持清新的头脑,不能分辨圣属,以及圣洁以不顺洁 同样的,我们的侍奉也有机会掺杂了烦火 我们必须常常想到,我们的侍奉究竟是神要我们做 还是我们自己想做的 如果是我们自己想要做的,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好的果效 就像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已经在灰幕侍奉神 却偏偏要按自己的血气,拿起烦火去献祭 结果连命都赔上了 这段的记载带给我们很大的警醒 祭司虽然管献祭的事,但却不可随己意献祭 祭司是侍奉上帝的人,侍奉上帝的就要遵守上帝的规矩 任意不得,我们要侍奉上帝就要拿掉自己的自我 决然顺服将自己摆上 绝不可以凭自己的意识,随着自己的喜欢 想怎样服侍就怎样服侍 因为这是不被接纳的服侍,而且是白费功夫 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特别留意 我们所侍奉上帝的人都要谨慎 要调整我们服侍的心态,不可以随便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绝不容许人随便更改他的律略 侵犯他的主权 所以我们要祷告 在服侍中里面,我们常犯的错是骄傲自大 当我们服侍很有果效 就不知不觉的骄傲起来 不听从神的吩咐 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也是动落了上帝的怒气 求主说明我们这自主自尊的错误的心态 求主调整我们,帮助我们 使我们单单的仰望他 单单的跟随他 只做神所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 跃整赐福,挺他坏的人 跃整赐福,挺他坏的人